第四代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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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前推出了這一部 Sony Walkman TPS-L2 Cassette帶1962年就有了 但Wakman的出現 正如其名 真正可以令大家 可以邊walk邊聽音樂 有它才有今天 大家可以用音樂播放器 或者手機聽歌 就趁著今年40周年 戴著這部TPS-L2 嘗試現在的年輕人 懂不懂得用Wakman 你會怎樣稱呼這東西 心機嗎 不不不 那些大的聽歌 直接放進去就可以 打開給大家 是嗎 不用 直接放進去 好壞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不會接觸到的東西 等等 我有見過 但不代表我有用過 哪裏見過呢 我媽 你是媽 那這部機 你會怎樣叫它呢 Cassette 大機 有沒有聽過Wakman的文字 有啊有啊 很簡單而已 這樣放進去 其實餅帶要拿出來的 好 成功了 那我打了耳機 還有10秒還是20秒 你有沒有用過這些機 有啊現在在用 哈哈哈哈 不知道我爸爸那一袋 你爸爸那一袋 在家裏有健康嗎 沒有啊沒有啊 放帶下去 這樣放嗎 還是這樣放嗎 其實餅帶是 是有個盒的 你要打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接著就播我的歌 欸 正在動了 對了正在動了 那你小時候聽歌是聽什麼 電腦 CD有沒有聽過 有 都有 但就沒有聽過Cassette大 沒有聽過 那你會怎樣叫這部機 Wakman有沒有聽過 沒有 Wakman都沒有聽過 我們又回帶聽聽歷史 TPS L2 是1979年的7月1日推出 當時全世界第一部 做到這麼輕巧的卡式大機 帶領音樂走出街頭 除了夠細部 它也細心地加入了很多方便攜帶的功能 例如可以搏兩個耳機 當年可以說是最女生的神器 這部機有多經典呢 銀河守護隊裡的星爵 都是用TPS L2來聽歌的 Wakman是日本人自創的英文 在外國推出的時候 也試過用其他名 例如山鴨包、Fear Style等等 但因為Wakman一字太深入民心 最後在1980年被統一使用 在1986年 這個字更加收錄在牛津字典裡面 有些國家更加將Wakman列入通用商標 其他同類的產品都可以用Wakman來稱呼